今天 微信的门被砸开了 复制讨口令 到微信端打开 粘贴口令 发给微信好友 7月23日 工信部正式启动为期半年的互联网行业专项整治行动 聚焦扰乱市场秩序 侵害用户权益 威胁数据安全 违反资源和资质管理规定等四个方面 史文录预测 无论以小程序还是H5页面形式 用户一旦开始在微信内打开抖音短视频 长辞以往 用户会两成在微信内 通过各级入口进行内容消费的习惯 至于究竟是来自视频号还是抖音 用户未必特别在意